一个凡复成佛 从初发心一直到原成佛道 没有别的 就是看破方向四个字而已 所以清净万等 无量发门 你要是总归结到最后 就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它真正是大宗词发本 这四个字意义之深 进阶之广 实在是不可思计 等着菩萨放下最后一瓶身相无名 他在原成佛道 还是放下 所以是世法佛法通通要放下 以自信的智慧才能开 看破帮助你放下 放下又帮助你看破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就是这两个交互 这是我二十六岁 初学佛的时候 张将大师告诉我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虚如如来境界的逆诀 他就跟我讲 看破方向 看破说 明白了 放下 放下做到了 你明白一点 做到一点 做到一点 又明白一点 又明白一点 又做到一点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没有别的 我感谢老师 头一天就把这个秘诀告诉你 我学了六十年了 一点都没错 真是这样 所以我们明白了 不肯放下 永远不会救我 身心世界 全部都放下了 彻底放下了 他就圆成佛道 所以说 等救菩萨 还有最后一瓶 身相无名 他把那个身相无名放下了 那就是圆满成佛 真正功夫 从不外看破方向 看破帮助你放下 放下又帮助你看破 辗转相辅相成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这些发生大事 他们用够的秘诀就在死 我有一样放下 再跟诸位透露一个消息 你放下多少 你就得到的是 舍得这个名词是佛教的 你舍得越多 你得的就有 你也不肯舍 你就不能等 舍就是放下 如来古地 你最后一瓶身相无名 都舍了 他得到的 静虚空变化界的大圆满 智慧多将圆满 放下跟看破是相辅相成 你能够放下一些 你就多看清楚一分 能多看清楚一分 你就又能够多放下一些 换一句话说 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原成佛道 就是看破放下 相辅相成 六波罗蜜里面 般若波罗蜜是看破 其余的五度都是放下 你们想想对不对 五十 放下贪心 持戒 放下悟念 忍辱 放下诚慧 放下嫉妒 精精放下懈怠懒 禅定放下散乱 统统是放下 般若是明了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六波罗蜜 归拿起来 就是看破放下四个字 我们要正干 实在讲 整个佛法修行的总纲领 总原则就是定个会 也就是张家大使所说的 看破放下 也就是教下长讲的指观 指就是定 观就是会 智慧观 指就放下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放不下 不了解四十真相 误以为这个世界万死万无都是真的 所以放不下了 如果你真知道了 摆在面前什么都是假的 你自己身体是假的 自己念律也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你就容易修定 不下了 样样都要放下 样样都要看破 不但世间法看破 佛法也要看破 为什么 佛法不是真 精干精上 佛说得好 法上印实 活宽非法 那个法就是佛法 佛法都要使 活宽这个世界 世间叫非法 也能不写 统统写干净 那个运力 心力 它就起作用 这个作用就是 自然 平均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 皆无 我们讲到行为 行门上 我们没有五句 看破 放下 这两句是世人 二十二年 所讲 般若的 总归结 般若见到最后 就是归结到 看破 放下 看破 放下之后 你的生活 就自在 自在 谁也 最后一句 念佛 求神 自己念佛 求神 普遍 劝导 一些众生 念佛 求神 自行化 他 通通 人爱了 无论 修哪个法门 八万 四千法门 无量 法门 都可以 归结到 看破 放下 二门 二门 展开 是 无料 法门 无边际的 法门 这两门 我们 无论 从哪个门 都进不去 为什么呢 没 看破 没 方向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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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住在 六道 之中 不能 超越 真正 把这 四个字 做到了 看破 方向 不但 超越六道 超越 摄法界 这个人 生到哪里去了 生到 祝福 如来 摄包 转眼 都去了 所以 佛法的修行 不外合 看破 放下 看破 了结 四十 真相 得看破了 真看破了 你就放下了 放下什么呢 放下 自私之 放下 是非人苦 放下 无欲六成 贪嗔痴慢 一成佛了 佛跟众生 没能量啊